男士們也不需要有這個包袱 你又不是男優 我們有說過 有些雷性是一個潮催的體質 圍繞著雷性性高潮的就是 其實是否真的有的呢 還是假裝出來的呢 男男女女加點情趣的各位觀眾 多謝你們一直的支持 現在訂閱我們頻道 就有機會獲得 M加博物館限量版 草鑑尼新Castify iPhone 14 Pro手機殼 詳情快點滾到影片下面看 歡迎收看男男女女加點情趣 Hello Hello 又有尼嘉明教授 Camin 又有Alison嘉明 Hello 繼續呼籲大家 先訂閱我們ETNET的YouTube Channel 另外如果你看完今集之後 喜歡的 歡迎你Like和Share 給你心愛的人 一起去分享我們今集的喜悅 我們今集繼續回應 真的很喜歡看我們不同的觀眾朋友 給我們的feedback 其中我覺得 令到我自己很開心 很有滿足感的 就是有觀眾看完之後 覺得很開心 我們說到原來不是每個女性 每一次都有性高潮 這個誤解 原來很多人都想了很久 是的 這個誤解很大 還有我很記得有個女性朋友 跟我說 她那個男伴 有一次問她 問的時候 好像很難說出口 好像心裡有一個很大的心事 就問她 我是不是不能夠令你有性高潮 我女朋友說不是啊 有啊 但是男伴說 不是啊 你沒有噴的 你的反應不夠大 不是很大 是不是我不是很滿足到你 是不是你不是很舊 是呀 不夠開心 是呀 我一聽說 這些就是AV的影響 因為AV裏面 大家真的要記住 裏面的女優是女演員 是的 她那個工作的 mission 就是要令到這個畫面 是很刺激 很有澎湃感 很有這個 即是很吸引到這個眼球 但是呢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呢 女性的高潮 是不是一定要是這樣呢 不是 如果那個是一個standard 或者那個是男性覺得 我要令到女性的partner 一定要這樣的反應 我才叫做達標 哇 這樣很慘了 現實生活 可能很多人都達不到標了 是的 男士們亦都不需要有這個包袱 你又不是男優 是吧 就算你是男優 有一個好的女優演員 跟你做拍檔 你一樣都有這麼風風壯志的力量 是吧 那我們今集就解雜一下 這個女性性高潮的迷思 其實當一個女性 在性高潮狀態的時候 她的身體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很多很多事情發生的 其實女性的高潮 是複雜過男性很多的 男性的高潮 她的射精是3秒到10秒 但是女性的高潮 她是可以延伸到20秒 或者以上的 即是那個的余溫 其實是長很多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其實就是真的發生什麼事 在生理的狀態裡面 其實那個陰道的 那個叫做活躍肌 就會是我們叫做pulcing 即是有節奏地 是一路伸縮的 伸縮的 還有那個腦子 很有趣的 那個腦子其實主宰我們的 恐懼的情緒 還有就是我們那個記憶的功能 就是那個杏仁核 還有那個海馬匯 是突然間是一個靜止的狀態 所以就是為什麼會是 那個很high的感覺 其實是這樣去來的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雷勝是聖高潮的時候 他突然間那些平日常的生活 那個壓力 恐懼 或者那些憂慮 他完全釋放了 沒有了 即是那個狀態是一個真空的狀態 哇 只是可以享受 整個陰道活躍肌 去收縮那個moment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減壓的方法 絕對是 哪怕只是十幾秒 但剛才你也有提及過一件事 有些男士會覺得 對於女性會不會有噴這個狀況 正確地說應該是潮催的狀態 是不是個個都會的呢 那不是個個都會的 我們有說過 有些女性是一個潮催的體質 但不是個個女性都有潮催的體質 是什麼意思呢 潮催是說在性高潮的時候 女性會分泌一些液體 不是必然的 不要當那個是一個standard 去覺得我是否表現得夠 去令到女性partner滿足呢 因為有一些女性 即使有高潮 她都未必會有潮催的 潮催不等於蛇精 不等於 不等於 兩邊的構造是不同的 其實潮催是有兩個渠道 去分泌的 第一個渠道就是 在尿道附近 其實就是有一個腺體 我們稱為skins gland 當它有一個性高潮的時候 就會分泌一些液體 或者甚至是一些比較濃的 黏性的一些分泌物 但是那個容量只不過是5cc到10cc而已 就不會做到真的好像倒水一樣 Fountain一樣噴出來的 是 OK 好了 如果要做到這樣 即是好像AV的效果 是呀 一個女性的身體 可以溶到那麼多的水量 只有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膀胱 OK 所以要噴到50cc以上的情況 其實那些是尿液來的 OK OK 好了 所以如果大家不停地去fancy 自己的女伴是這樣 其實完事後都挺厲害的 立即換床單 床褶 是呀 也很麻煩 立即想到小朋友的東西 反過一段 其實就是這樣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追求這個目標 當然 真的有女性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稱為性交了失禁 就叫做coitus incontinence 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不會去到AV的畫面 因為AV的畫面 就是因為女優知道她要做這樣的效果 這個效果是日本的AV開始的 1980年一個女優就做了這樣的效果 以後那些AV的製作者 就覺得一定要做到這樣的畫面 才叫做 葉子崩 是呀 才叫做澎拜 這樣 所以他們知道自己要製造這樣的畫面 就喝大量的水 哦 真是大量的水 所以大家看到那些場面 就是為何不是黃色的呢 因為已經大了 稀色了 因為她已經知道 一定要是這樣的噴射式的場面出現 所以如果我們大家都知道 是甚麼一回事的時候 就不會再有這樣的fancy了 謎團已經解開了 好 另外一個挺大的謎思 都是圍繞著女性性高潮的 就是 其實是否真的有的呢 還是假裝出來的呢 這個又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我給大家看一個研究 英國兩個心理學家研究的 那個是Bruer和Hendry 發覺八成的女性 是十幾歲到八十幾歲的 他們的subjects 八成的女性都承認 她曾經試過 at least一次的fake orgasm 假裝的 我覺得不止 我覺得只剩下那兩成 是你不告訴別人 可能有這樣的機會 你的伴侶就在你座間 想說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是真的 每次都是真的 你很厲害 其實有一個study 有去研究 為何要假裝呢 就是這樣 其實呢 我想 都是一個good intention來的 不過呢 其實 大家要知道 那個後果是怎樣呢 就不會說 雖然是好心 但是呢 可能會做壞事的 到最後 好了 那個study是什麼呢 就是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的一個心理學的教授 Jessica Jordan 去訪問那些 肯承認自己曾經扮過 的女性 是 他們原來去答 其實是當他們覺得 那個partner 就是自信心不是很足夠 或者是那個 就是那個 Masculine 那個形象 他自己不是覺得 是很足夠的時候 那女性就會去扮 因為很怕傷到 她的自尊心 這個是其中之一個的 因由 另外一些 當然說 想快點辦 就快點懸屎 對 已經很累了 很累了 很辛苦 對 我不做到這個境界 她又不可以化憂 所以就唯有是這樣 但是其實都是 我想intention是好的 但其實那個long term的 一個後果 其實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其實你是 傳錯一個訊息給你partner 說真的 partner那副計 又不同你那副計 它是要靠 可能平常 你的反應 她才知道我要哪一下做多些 我要哪個姿勢做多些 然後她就發覺 原來這件事令到你很享受 那她就做多些 但which其實原來你是不享受的 整件事完全是一個 misleading的一個情況 會錯誤 其實很糟糕 因為另外有一個study 就是加拿大York University 的一個心理學教授 Jacklyn Hook 她亦都去做過一個研究 就是研究女性 她發覺女性關於自己的性愛 就有兩批人 一批就比較是approach 的attitudes 就是比較正面的 比較積極的 還有有些什麼問題 她都會去跟partner表達 這個是好的 這個是好的 這個是正 不是cross 這個是正 是的 但是有一些女性 就是avoidance的態度 就是不想說 不說 迴避 覺得忍了她就算了 或者是fake 即是假裝 問題就是說 其實整個就是我們叫做 fake orgasm loop 你假裝一次就以後都要假裝 是的 其實是找自己笨 我覺得 你假裝了她的signal 就做一些你不喜歡做的事 其實Hawk的研究到最終 他找到 avoidance的女性 他會令到自己的性欲很減低 然後對這件事完全失了興趣 因為她從來沒有享受過 是的 甚至是有些情況 可能是覺得痛 或者是不舒服 那她都死忍了 所以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嗯 其實也是的 始終兩性關係 你們兩個之間 怎樣去給回應對方 才可以知道 怎樣才是你真正喜歡的 一個sex position 又好 又或者是你們喜歡的一個過程 如果每次都是假裝出來 好像Kamen剛才所說的 她以為你真的喜歡 我就每次都給回同一件事 是呀 所以我想 這個也是我們的節目 即是 誕生的原因 是呀 我們那個communication 兩性之間 怎樣可以是 做得好些 還有給大家 去明白大家的需要多些 是 同樣我們都很希望 是知道你在想什麼 對於我們來說 你不用假裝 是吧 完全有什麼可以 開心結成地告訴我們 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我們歡迎你 甚至乎 直接在現在看的影片 樓下 給我們一個留言 我們都會盡快回應 我們下集 剛才有一個很好的話題 我們都很想探究一下 就是 性慾低 甚至乎現在人們說性冷感 又是什麼一回事呢 如果覺得自己 嘩 真的不想 甚至乎 碰一碰都不想 是否我有病 又不能治療 那我們下集談談吧 如果想緊貼最新 最齊的生活消息資訊 立刻下載 etnet財經生活app 或者 上etnet.com.hk看吧